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求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女排 今天是巴黎奥运会女排比赛倒计时一周年的日子 那么在今天上午的北京事件中 国际排联是更新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 当然这个世界排名是迟来的一个更新 其实在十联赛结束之后 包括到现在的这段时间 其实都是没有任何比赛的 因此有不少的球迷早已经推算出 这一届世界排名的一个最终结果 那么多德式联赛冠军的土耳其队 最终反超美国队来到世界第一的排名 美国队凭借着此前积累下来的强大优势 依然可以高居第二位 排在第三位的是去年的世界女排联赛冠军意大利队 再往后就是巴西队塞尔维亚 还有获得了世界女排联赛亚军的中国队 那中国队此前一度凭借着 试联赛常规赛六连胜的成绩高居第三 但是因为在后面的比赛里边 接连输给了排名比我们更低的塞尔维亚队和多米尼加队 因此扣分是比较多的 最终虽然中国女排收获了试联赛的亚军 但是试联赛成绩本身并没有任何的加分 只能够通过赢球和输球进行积分上的变动 所以说中国女排又回到了第六的位置 甚至比我们参加世界女排联赛之前的排名还要低 因此这个结果的话会让球迷们比较担心 会不会影响到我们之后的比赛 毕竟所有的这种世界大赛 都是要根据世界排名来确定种子顺位的 那其实这个影响并不是很大 因为到巴黎奥运会之前 其实并没有这种赛会制的比赛 剩下的像杭州亚运会也好 包括女排奥运会资格赛也好 那这些比赛的分组都已经落定 与这个排名已经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在明年的巴黎奥运会之前 中国女排只有一项比较重要的比赛 就是明年的世界女排联赛 那这个比赛它也不是赛会制的比赛 跟排名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你只要能够确保世界排名前十个 就能够进入到这个比赛当中 这个对于中国的来说是没有问题的 那眼下这个排名对于中国女排的说 其实还算是比较不错 相当于我们在争夺明年进军 巴黎奥运会的资格的时候 有了一个双重保险 哪双重保险呢 第一重保险就是在今年十月份 即将举行的奥运会资格赛的比赛 那中国队也是东道主之一 我们将会在自己的主场作战 与另外七支球队进行单循环的比赛 七轮比赛结束之后 在这个小组当中排名前二的球队 将会直接拿到一张进军巴黎奥运会的资格 这个比赛应该说也是 这个奥运会中期除了女排施锦赛之外 最为重要的比赛 也是各个国家更为重视的比赛 因为他们都希望能够提前拿到奥运会的资格 对于中国队来说 同样也是如此 那中国队的分组说实话并不太好 那依照目前的世界排名来看 中国队的这个分组几乎是最为凶险的一组 在我们这个小组当中 目前世界排名最高的是 世锦赛冠军塞尔维亚队 排名第二高的就是我们中国队 另外的话 还有两支世界排名前十的球队 分别是多米尼加和荷兰队 这两支球队 一个排名第八 一个排名第十 那中国队这个所在的小组 也是拥有世界排名前十的球队里边 最多的一个小组 所以说中国队打起来肯定是比较艰难 而且多米尼加和塞尔维亚队 还曾经在世界排联赛里边都战胜过中国队 因此我们主场能否拿到小组前两名 不好说 那一旦说没有能够直接拿到竞技的资格 那接下来我们就只能够凭借排名来 那按照巴黎奥运会的晋级资格 法国队和非洲区排名最高的球队 这两个名额算是白给的 因为这两支球队实力都是比较弱 那接下来再扣除掉六个 已经直接通过奥运会资格赛 拿到晋级资格的球队 那整局有八支球队会提前锁定 巴黎奥运会的资格 那就只剩下四个位置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只要是你能够维持住世界前十的排名 因为剩下的位置就上世界排名来的 那基本上也就肯定会获得 巴黎奥运会的资格了 那中国女排的话 目前排在世界第六的位置 跌出世界前十的话呢 是需要看荷兰队的一个位置 那我们跟荷兰队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荷兰队想要凭借一届世界女排联赛 就将中国队踢出前十难度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即便是奥运会资格赛 没有能够直接获得竞技的资格 单靠排名 我们也几乎锁定了一张巴黎奥运会的门票了